你千万不要带人家去睡觉 你是不道德 这个女生下火要嫁给谁啊 对她父母是不是侮辱啊 就这个意思 那你结婚了 你不能对不起你的太太先生搞外遇 那这个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那将来下的地狱 那就不用谈了 杀生脱到血淫都会下三恶道 甚至地狱道 一个男生如果好色 除了刚刚讲的脸啊 还有什么知道吗 你坐在一个地方 把你腿打开 叫几千只老鼠去咬你的快乐的地方 然后咬完以后换人 又把你腿拉开 几千只铁锤把你那个打扁 一个女人要这好色 这个享受肌肤的快乐 喜欢给男人抚摸 而且是血淫的 几千只毒蛇咬你每一块肉 几千亿年 否则死一次就算了 你想想看 这个一刹那几分钟的快乐 哇 这个不能对比 最大的快乐 佛所讲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越百千万亿欲望的快乐 这叫自在 不需要把皮肤弄得养养 然后再来擦纸养药 多无聊啊 不养才是漂亮的健康的皮肤 但是人就是很喜欢去 故意去培养那个情绪 没有爱情多快乐的 培养一个爱情 然后来哭 来恨 你本来就不需要的 人就认为说 这个才是我 所以这个不正确的心术 这种想法 要斩除掉 归佛归法归身 你结婚了 你不能去爱别的男人 别的女人 因为你要忠于你的家庭 是应该的 那你先生太太有外遇 那是你过去对待别人 是如此的夜报 不要怪别人 既然知道了 断除男女的爱意 这些是苦的 所以我们出家人 是让各位看的 没有欲望 只有慈悲 多自由 多自在 多快乐 何必去找一个窝去跳啊 太痛苦了 所以不谐音 不妄语 就是不要骗人 那细分 不要骂人 不要背后批评 讲是非 不要讲没意义的话 第五条 不喝酒 吸毒 抽烟 这些都不应该 所以我现在来念啊 你愿意受 你就讲 能耻 好不好 你现在觉得不能受 你就不讲话就好了 但是佛陀说 你也讲 持戒可以升天 持戒可以升天 不会堕落地义轨道 出身道 布施可以得大富 再家人修行 就不离开这两条 布施 护士三宝 帮助贫穷 守戒律 守五戒 然后每个月最好有机会守八观灾戒 然后在生活上守身口意十善戒 然后发近未来的菩提心 而守菩萨戒 就一步一步来 但是至少你守五戒 就可以有道德善良的人 不去伤害到任何人 那你这一辈子 如果你守五戒 你往生的时候 中品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有守戒 你过得很孝顺 那么也在帮助社会 至少下品往生 你受了五戒 又发起菩提心 慈悲心 吃素 念佛 虽然你现在是凡夫 但是我希望我将来 我可以成佛度众生将来 那你就可以上品往生 当然不是问你自己 以你这个心 回向你的祖先上品往生 你做到哪里 你才可以推他去哪里 比如说你现在只有中品的功德 你怎么可能让你祖先去上品 不可能 所以为了 为了往生者 祖先 为了你对不起他的胎儿 现在你对他充满了爱 所以你自己做得更好 对方得到你的功德越多了 然后又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所有众生 那就变成一种慈悲 好 所以我现在念 各位如果能词 你就喊能 好不好 但是今天没时间 讲得很细 所以第一条 归三宝 进一步叫学习佛陀的行为 佛陀的行为叫戒 所以 就是第一条 佛陀制定第一条 对在家居士 不得杀害任何生命 包括自杀 也不要间接请别人替你杀 也不要喜欢看电视 哇 这个老虎吃羊 很精彩 这个叫随喜杀 这些都不应该 如果你必须看 赶快去回想 愿老虎在这么痛苦 愿羊不要被杀 万一他被吃的 我希望他进度 不能用分别性去看 就像你看到一个女人 在被强奸 你在旁边偷看 你是对不起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生生世世 就跟你结二元 所以 你有杀的心都不行 所以第一条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佛慈悲 不杀害任何生命 包括不能自杀 不能堕胎 请记住啊 你女儿十五岁 既然怀孕啊 你学佛了 妈妈 怎么办 生下来 爱护她 她是个未来佛 你不要说 不行 面子问题 那你赶快堕胎 那你等于杀生 所以你也不能去做 妇产科医生 帮人家堕胎 妇产科医生 是帮人生 不是帮人杀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 因果观念 她就会做错事 好 第一条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佛慈悲 不得杀害任何生命 所以不杀生的戒律 各位 尽行受 我会加念一个 敬畏来记 这个敬畏来记 就变成菩萨界的不杀生 最好发这个语言 你这辈子做得到 那你希望当然 生生世世都不要杀生 你下辈子生的家庭 就会告诉你不要杀生 你生的国土 就没有人会杀生 所以要发这个怨罪 所以各位 敬行受 乃至发愿 敬畏来记 不杀害任何生命 不杀生的戒律 能不能辞 这条都没问题 第二条 不偷盖他人财务 各位在温哥华 也不应该逃落税 逃落税 你就偷盗国家的财产 你以后护照请不来了 在这边赚不了钱的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福利好 对不对 这是老百姓缴税金 才有这么好的福利 如果大家都不缴税金 哪有这个福利呢 所以这个你要把它当作 缴税是一种布施 整个国家 只是还不符合佛教 佛教的布施是 整个众生得到利益 但是至少在小小范围 当然了 做生意要老老实实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真货不要卖假货 赚钱赚多是个人的本事 但是给人家都是真要真货 而不是假的 所以那这些做生意就不能如此 所以不得偷盗他人财务 那是卖假假的 好第二条 学佛慈悲不伤害众生的财产 所以不偷盗 所以各位 不偷盗戒进行寿 乃至法医院进回来寄 不偷盗 不偷盗戒能持佛 好第三条 不协盈 那西方社会很难 听说国中高中的女生 或男生没有性行为的 好像你们毕业一样 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华人还比较保守一点 偷偷来 但是现在知道佛教了 我们忏悔 我们忏悔 所以夫妻以外的性行为 乃至不对地方 不对场所 不对时间 都叫协议 你在寺庙还不行 对不对 那些 比如说 在特殊的时间 佛菩萨的圣诞日 也不能去做那个事情 等等 所以第三条 不邪盈 各位进行寿 来自法院 敬畏来寄 不邪盈 不邪盈的戒律 能不能持 对啦 因为 如果你有守这条戒啊 生生世世没有男女问题 不然有很多女人 我怕我先生有外遇啊 每天怕得要死 事实上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过去谐音的果报 你不能怪别人 爱谐音的人呢 皮肤天天痒 你差多少药还是痒 因为 你这个谐音的果报一再啊 他皮肤就一直显现出来 甚至皮肤粗糙 所以你越精进 打坐都 没打坐不会痒 一打坐就痒 因为你这个谐音果报没忏悔 没忏悔也不要随便打坐 魔会来找你 夜会来找你 因为我们叫戒定慧 戒之前一定要忏悔 忏悔以后持戒 清静入定 没问题 那你的禅定没问题 那你才能够去了解真相 智慧 智慧就是 什么叫智慧 本来会生气 现在不会生气 叫智慧 何必生气 生气的结果会怎么样 生气还会伤害自己 也根本没有一个我在生气 所以它自动 你如果好好去分析 去了解 自然它就不会生起这个心态 好 第四条 不妄于 就是讲话不要骗人 因为骗人必然被骗 有些人很可惜 我被骗很久 被骗钱 被骗是骗 这是小业障 以后你发愿不要骗人 还要跟他讲实话 所以第四条 佛陀的声音庄严 不用麦克风 讲了对方就能够入心 永远不会忘记 佛陀 这边讲是有一百个国家的人 佛陀讲一句话 不用翻译 一百个国家的人 都听得懂佛陀在讲什么 佛陀讲话不是光人听 任何一只动物无形众生都听得见 佛陀讲话 从这边讲到他方世界 这众生都听得见 佛陀因为他的口业清净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讲的都是真实语 柔软语 而且讲出真理的语言等等 所以第一次各位要发愿 我们一直称赞佛陀就是 炫目佛陀 我要学习佛陀这样 那你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而且你要跪在佛前 佛啊如果我在骂人 我就口腔癌 你敢了 要敢 不然你还是照骂 照讲是非 那对你没帮助 但是不小心赶快忏悔 努力忏悔求佛加持 要讲话之前先念佛 要讲话之前先念佛 就不会了 所以第四条 各位尽行受 不欺骗众生 就是不妄语 不妄语的戒律 各位能不能辞 第五 不饮酒 为什么不能喝酒呢 因为喝酒你就乱性 你没有禅定思考空间 而且你喝酒 磨就会卡进你 修行人最怕磨 磨就是要破坏你的修行 你一喝酒一散漫 磨就可以入你的心 那你就会干燥你的意志 甚至就会开始杀身 偷到血 你就乱了 所以经典说 喝酒的过失 像各位最好看一下 很多佛教的书 杀身的果报是什么 不杀身的功德是什么 然后回向法界送身 接成佛 那个功德又是什么 你通通去了解 这样你就 因为你要了解才去实践 会更圆满 第五条 所以不饮酒 包括吸毒 最好也不要抽烟 这个抽烟本来就是不道德了 伤害自己了 而且抽烟 你就会遭感那些鬼魔 来附着你 所以第五条 大家尽行受 也当愿众生 刚刚我们说的 都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如此 不饮酒 所以各位 不饮酒戒能持佛 太好了 这才是佛陀说 你守一条戒 超过布施 百千万亿黄金的功德 不是叫我们不要布施 布施的功德 合起来 还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这样 所以布施当然要布施 再布此戒 那此戒 完以后还有什么 修忍辱 你这个人爱生气 你多大的功德 一念称心起 活受功德 你不见了 你说你要修菩提心 慈悲心 结果你爱生气 你一生气 根本没有慈悲心可言 慈悲心修不起来 这个要自己发愿 我们就是做不到 要在佛前发愿 跪着发愿 佛你加持我 我每次一起心动念 我赶快念佛 平静了我才去做这个事情 佛一定会加持你 佛不可思议 久了以后 这个人本来要骂你 你一直帮他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南摩 无对光如来 奇怪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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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他讲话的语气就变了佛力不可思议 对自己也一样 对别人也一样 但是不要去批评别人 因为这个人会骂人 我就帮他会念这个 他是你慈悲的对象 而不是你讨厌的对象 加一条我希望各位能够做 我觉得温哥华吃素很方便 现在西方国家都是流行vegan 比我们台湾还流行 这是一个社会的进化 也代表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觉醒 同情 动物也是妈妈 动物也有感受 现在有很多这么好的骗子 人类的现在有个话 一个女人全部天天给他炸他的人奶 炸完以后把他脱去杀掉 每天都没穿衣服 就两个管子插在里头 天天给他吸奶 这个就是乳牛的可怜 那你说人不行 乳牛可以 那你不慈悲 所以佛教说你吃肉伤害了 直接间接伤害了其他动物 你没有悲心的种子 也不要谈自己是有悲心 那没有悲心 就不可能会保护众生 能够度众生 那这一点一定要能够做好 当然有时候你真的做不到 至少厨一食物 吃素吃一餐 能够有福报 现在各位到温哥华叫有福报 吃素的人生得天更高 更清净 而且现在素食这么好吃 千万 如果你还在吃肉 千万不要吃活活的龙虾螃蟹 那是那些蛤蜊贝壳类 那是非常残忍跟不道德的事情 千万不要 如果你无法避免吃肉 你家里的人不要吃动物的内脏 因为动物在被杀 一直痛 它的意识就一直跑到它内脏里面去 然后你吃到它的内脏 然后它的神事就跑到你身上去 你附着在你的内脏里面 这也是个不慈悲 所以西方人还好 他看不到那些动物啊 头啊那些 他只是觉得它是个食物 那我们华人整只拿来吃 明明有头有眼睛 然后甚至有些还吃活活的 喜欢这样火烤的烧烤的 所以这次日本发生这个火灾 如果一般来讲被烧死的人 就是过去最喜欢吃烧烤的人 烤火虾 烤鰻鱼 你知道吗 很喜欢吃烧烤的 最后你就会遭遇火灾的灵孽 这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夜暴 那没办法形容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多去思维这个道理啊 那你会觉得 虽然肉很好吃 但不慈悲 虽然蛋很好吃 但是不慈悲 因为为了孵蛋 多少母鸡被虐待 多少小公鸡下来就被杀死 因为思维这个道理 但是话要讲回来 各位 我今天只是勉励各位这样做 譬如说你吃素了 别人还在吃肉 你不要看不起对方 因为他将来如果因缘成熟 他可能也会改变 对不对 你多帮他回向 多帮他吃重 这样就好了 你不能看不起对方傲慢 那这样就失去悲心 所以人都有过去 搞不好他哪天学佛比你还厉害 只是他因缘还没成熟 好 所以第六条 站在菩萨道 为了修慈悲心 不要吃肉 你能够吃就吃 不能吃 没关系 出一食物 或是有空在家里多吃素 我认为做妈妈的 家里不要杀生吃肉 那你出到外面没办法 但至少家里很清净 日本人很厉害 绝对不在家里杀任何的动物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佛教的传承在 但是不要把家里成为一个 我常常讲 厨房不要成为屠宅场 冰箱不要成为宾理馆 餐桌不要成为杀乳战场 肚子不要成为动物的坟墓 因为念一下 众生平等 真的众生平等 这样去看待世界 所以来第六条 学佛的悲心 爱护所有动物 诸佛不吃肉 佛经写得很清楚 佛经写得很清楚 没有一个佛是吃肉了 要称佛 佛陀时代的阿罗汉 吃的肉 都是神通变出来的 没有意思的 这是故意的慢慢引导他们 而不是活活被杀死了 但佛陀入涅槃 佛陀讲 我入涅槃以后 一切佛弟子不得吃肉 一吃肉 非我弟子 变成罗刹鬼 所以我讲佛陀是视线的 而不是说 譬如说你要渡那一只海狗 你要渡那一只狮子 那佛陀会视线成一只羊 然后借他吃掉它 来渡这一只狮子 对吧 所以成为佛有这么大的神通功德 来帮助各种众生 所以第六条 各位尽行受 学佛悲心乃至敬畏来尽 不吃众生肉 不吃众生肉的戒律 各位能吃佛 能吃 好 我想我们也回向一下 来 归功德 受戒功德 哪怕一条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都可以 特别有人甚至发愿要吃素 那这个功德太大了 来 回向法戒众生 县世父母 六亲眷属 回向所有历代祖先 堕胎胎儿 冤亲在主 所有往生者 同享功德 永离三途 同生净途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结共臣佛道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 就是 护持佛法 究竟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 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个石窟都有一个厅堂 在早期佛教时期的洞窟里 不一定有佛看 因为此时洞窟主要用于居住和集会 后期 佛看常见于后墙 一般素有说法像的佛像 在最近期的洞窟里 两侧的墙上 门王上 潜艇也出现了佛像 此外 洞窟的正面 一般都装饰有雕刻 内墙和天花板 则装饰着壁画 洞窟的墙 金塔石窟的雕刻品 可分为佛教造像 与装饰艺术二种 早期的作品 由于风化残损 已经很难辨认 到了中期 雕刻艺术更趋成熟 晚期则达到 十分精美的程度 因而创造出 许多优秀作品 在二十九个石窟中 有些石窟 保存非常完善 让前来朝圣的佛弟子们 皆震撼不已 在二十九个石窟中 走进阿詹塔石窟 第十九窟 窟门外壁面 及庭院侧壁 有大量的浮雕装饰 比前期石窟更为精致 除佛像外 亦雕有大量天神 其中 以前庭右臂 之龙王和龙妃 及肢体窗两侧 之要叉最引人注目 门柱旁二相刊 分别刻画 燃灯佛授记 和师徒供养的题材 吐出不失功德的主题 雕像 云整的罗列于石柱 飞檐 避堪各处 体现当时高超的建筑雕刻艺术 第十九号窟 亦有宝石窟之称 窟顶仿木结构雕刻 腹力弹簧 庄严壮观 第十九窟 是阿詹塔的肢体窟 后方的苏独波基座正面射看 内雕立佛像 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 柱头及枯顶横梁 遭有许多佛看 柱头为仿斗拱式 与上方之两方立面 均是作佛 立佛及飞天等浮雕造像 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 庄严景象 中央破坏 以外破坏 与到破坏 建造破坏 所有功德 不借学习 当年终生 终于地争固 和灸争固 后的主要 特强 西沙 写 三写 西沙 神 西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